前文再續就書接上一回 昨天說到呂四良五十周年的忌晨 江南七客的門人弟子武林好友就雲集汪山 那個路英豪和白英傑切著自己人多 壯膽上來攔著甘世衛不讓他去 路英豪首先說 甘世衛,這裡不是你殺人的地方 甘世衛望望他冷笑又說 汪汪,望山是你的嗎? 我為什麼不可以來? 講完彩都不彩他 繼續大突破行前 那兩個年輕人見他這麼不給面 哇,火滾了 雙劍齊出 他們兩個人親如兄弟 練了一套兩人合用的劍法 都非常之凌厲 一劍就吉金世衛左勒的奇門月 一劍就吉金世衛右勒的貞畜月 金世衛怕都沒怕他 笑著說 你兩個人都不講道理 你知不知道我是不講道理的祖先? 他一個盆龍妖步 跟著就見到路白這兩個人的雙劍就似胸 跟著聽到嗔嗔兩聲 這兩個年輕人手中的長劍 雜時飛雪了半空 原來就在這個電光石火雜時之間 這兩個年輕人的苦口 都被金世衛使用的鐵紙彈弓彈到正了正 這個還是金世衛手下流程的 如果不是他們碗骨都斷了 他這樣來 哇!附近的人是鬼殺那麼吵了 又有兩個人衝過來 金世衛雙臂一陣 馬上將兩個漢者打回地上 這陣子 吵怒太婆就火滾了 就渴了 你們不要出去住 金世衛 你是不是來找我的 這陣子 他那兩個孫子走前一步就說 爸爸 今天不用你老人家出手 話音未了 十幾宗暗氣響著金世衛就飛來了 金世衛火滾了 鐵鬼一揮 只聽到叮叮噹噹噹 不主意 地上馬上堆了一大堆破銅爛鐵 原來所有打來的暗氣 煞時間變成碎片 金世衛收手就說 你們有暗氣 我就沒有暗氣 我再告訴你們 若然再不收手 我就不客氣了 金世衛的毒龍針就天下文明 大家一想 今天就算能夠將他制服 自己人都怕要死傷過半 即時就沒有了聲息 沒有人敢再發暗氣了 這個曹魯太 把龍頭一扔 正想叫幾個武林中最好的同盟 去鬥金世衛 怎知道旁邊的易中謀爛了 他說曹大姐 你先問問他的來意 雖然聲音就不是很大 但是金世衛就聽到了 他卡卡斯說 哈哈哈哈 你們江南七立軍門人 蘇利爾合義自居 原來都敢不講道理的 曹錦義身為同門之長 他現在大步向前 面向金世衛就說了 你在這裏殺野 怎麼反而說我們不講道理呢 什麼 我一到來 你們一擁而上 喂 是你們殺野 因為我殺野 曹錦義將龍頭拐中一棟地就說 我們同門在這裏聚集 製宿師組 你闖進來幹什麼 金世衛聽過這樣說 望望山頭的人說 同門聚會 聽說那些是外人來吧 沒錯 這幾位是我的好朋友 跟我們的師叔金大俠 女大俠生前好有交情 他們是來掃墓的 用不需要你這麼多管閒事 哦 那你說得對 我都來掃墓的 你跟誰掃墓 我不是跟前輩女合 呂死娘掃墓 阿塞 我背同門 不懂得有你這種人 是嗎 金世衛將個鐵軌 向你逆中謀屈子 大聲說 逆幫主 你還懂不懂 逆中謀屈子 當然是認識他 意思是說 喂 你出來跟這個白婆說 逆中謀走上一步就說 曹大姐 這位金老兄 前天曾經幫過我們一個大忙 算了 那個曹錦兒一聽 不多開心 但是逆中謀 說得江南大俠 金鳳池石果謹存的弟子 現在又新建馬江南丐幫的幫主 在同門中的地位很高 沒理由不給他幾分情緬 於是就問了當時他們見面 怎樣幫過他的事 問了一次 聽完之後就對金世偉就說 既然如此 看著我逆私底的份上 我們就不再跟你圍欄 你下山 金世偉就說 做什麼 你直接叫我滾蛋 不減 我是客客氣氣 請專家你下山 白夜婆 你知不知道我的脾氣 你請我 我未必來 我既然來了 你未必請得到我走 今天是我 事早獨地神尼的忌日 你擅自闖來 我不自你不敬之罪 經驗給了很大的面子 你再不知進退 你以為這裡 真的沒有人制服得到你 金世偉就冷笑說 天下哪有這樣的道理 我們和你的長輩數目 居然都有嘴 好啊 你要和我較量 行 過了今天 我一定奉陪 今天我看在你的長輩 女四娘的死人面上 我不便在一個墳前 跟你動手 說完 金世偉大步向前 那吵禁 現在看馬上 把龍頭拐張打橫一喝 金世偉 你去哪裡 金世偉無名火起 就說 你真的不讓我上墳 易仲偉又怕事情大 行線就說 金老兄 今天是我家門人弟子 還有致親好友在這裡掃墓 你以後再來 行不行啊 誰知曹禁儀旁邊又說 不行 過一天都不行 雷姑姑是一代 女俠 和她上墳的都是名門正派的 合意中人 我絕對不讓一個聲明浪直之輩 顛覆了她 你冤的兒子 你應在旁邊就說 是啊 你非真非故 這個墳啊 你上不上也罷了 金世偉望一望她 屁 你給我閉嘴 呂四娘生前都沒有你那麼牙策 曹禁儀見她嘴裡套東西 死驚她套套 套毒 浸出來 馬上就退開了幾步 金世偉見她一退 立刻向前來走多兩步 怎知這陣 只得到 噹的聲 曹禁儀的龍頭拐中 迎面就搬了過來 金世偉馬上 將個鐵拐向上 一擋 啪一聲 擋住就說 你真的要逼我在 呂四娘的分前 跟你動手吧 雙掌雙交 只聽到又是 擋一聲 曹禁儀 鄧鄧 向後連退三步 路英 豪白 英傑 程浩 李應 一班年輕人 立刻衝上去 刀槍 劍擊 排列的整整齊齊 就擋住金世偉的去路 雙方就 劍拔 老張 眼睛 就要大打出手 劍一就在這陣子 聽到遠處 一個銀鈴般的聲音 就說了 眾位同門 且慢動手 聽小妹愛一言 今世偉一聽你的聲 他非常熟悉 知道是谷之華 他首先就切回鐵拐 果然就見到谷之華 在一塊岩石後面 慢慢走出來 哇 風吹到衣服飄飄飄 容光奪目 江南七合的門下 有很多人立刻都自自浸浸了 喂 這個女孩子是誰來的 他是誰的門下 原來這群人 原來這群人十有八九都沒見過他 今世偉一看見到谷之華出來 真的又是歡喜 又有點麻怨 你為什麼這個時候才出來呢 這邊的八九都沒見到這個女孩子出來大聲地問 他說 你這是何人門下 谷之華聽他這樣問 神色有一點怪怪的 但依然很平靜地说 弟子在吕四良的门下 参见掌门师姐 旁边的谢云真 听到曹锦仪问 你是何人门下 心里变得很奇怪 原来谢云真 在吕四良逝世之前的一年 曾经到汪山见过谷之华 这次同门聚集之前 他早就对曹锦仪说过 说吕四良有这样的关门弟子 而且正说曹锦仪来到 谷之华还招呼过他 谢云真想到这里心想 咦 这个曹大姐 就算你人老健忘都不会望到这样 暂时你不知道那女孩是谁 但这阵江南七立的门人 后来还没到齐 典礼还没开始 同门的人数太多 虽然已经在那里彼此交谈 但是还没有按照那个次序正式介绍 所以除了有限几个人 好像谢云真 易仲谋他们之外 其他人都没见过谷之华 现在听到谷之华自报性命 他可能是吕四良的关门弟子 大家都不免感到有点奇怪 但是感到很欢喜 因为吕四良在晚年的时候 还收了一位拱的弟子 他的元女建法终于有传人 江南七合之中 以吕四良年纪最小 谷之华又是吕四良晚年收的弟子 今年不过二十一岁 比起曹锦怡 年龄相差近三倍 在座很多私质辈 都比起年长 加上谷之华生得这么美女 所以更加引人注意力 谷之华自报性命之后 吕四良 曹锦怡这个白夜婆 面色还是很严峻 眼睛挖到实谷之华就说 你有什么说 啟品师姐 我师父在生之时 曾经说过他一位好朋友 住在东海蛇岛 他名字叫独龙专者 据我所知 这位独龙专者 就是金世华的师父 旁边的谢云真就马上答口说 没错 我曾经听天山派的掌门人 唐晓岚说过 是有件这样的事的 谷之华又说了 金世华的师父 和我的师父渊源好心 他今天走来拜慕 似乎可以允许他 站在亲朋之列的 按照常理 亲朋前来掃墓 死者的后人 是没可能拒绝的 就算他是坏人 都只能暂时放开不说 被他扣了头再算 大家看这武俠片都知道 就算是仇人走来拜 你也会被他拜了再说 曹锦仪无奈了 唯有说 好 既然如此 就请这位金先生暂时站开 等我们拜完之后 你再尽你的心意 现在曹锦仪既然 他在偷望着他 四目相视 金世卫马上面上了孔 他后悔自己不应该扮成这样的衰章上山 他现在的怒气 就杀时间被谷之华 这么温柔的眼光融化了 人曹锦仪就对程浩说了 程浩 把名单给亚 我先前说过程浩就江南七合中 周尋的大弟子 今次就负责登记上山数目的同门名字 现在听到掌门才叫他了 就把个名单交过来就说 今次已经来到的同门 掌有三倍 一共六十四人 有六位因为有事不能够来 还有三位说要来的 但是现在都没见人 算了 不必再等他们了 我们十年一次大聚会 今次的人数最多 思祖思宿的地下有之 也都应该因为了 讲完那个曹锦仪就按住名单的次序 将掌有三倍同门的名字 一个个就读出来 按住背份来排列 金世卫站在旁边就留意收听 只听到曹锦仪读了一个名又一个名 读了整三四十个了 唯独我没有读谷之华的名字就感觉奇怪了 他知道谷之华虽然年轻 但是话说他是女四两个敌存弟子 那国南七辈都已经过了身了 他的辈份跟曹锦仪亦仲谋一样的 是同门中最长的一辈的 但是现在曹锦仪读到第二辈弟子的名字 都还没读谷之华的名字 这个实在太没道理了 不但今世为奇怪 一众同门觉得奇怪 第二辈都读完了 曹锦仪读到他的孙的名字就第三辈了 而且这个孙是第三辈中年纪最小的两位 读完了 曹锦仪将个名单一卷就说 你们按次序排好 一会儿就去司祖墳前行礼了 大家只见到谷之华孤零零站在一边 整班同门立刻就切切私越 程浩就更加害怕了 心想 那名单那里我明明写了谷之华的名字 难道师姐看漏了 就算是看漏了没有叫他 眼白白见到一个人站在那里都应该发觉 为什么不见到师姐叫他的名字 但是易仲谋就忍不住 因为在同门之中 他名次是排第二 除了八爷婆就到他 这阵子的行为曹锦仪的耳朵静悄就问 师姐你又没有留了一个人呢 曹锦仪一听 向谷之华望望 竟然向着他招手都说 你过来 但谷之华都不明白 为什么他会留了自己 已经很尴尬 听过说叫他过来 为什么要走前一步就说 师姐 你有什么吩咐 将你的宝剑留下 将我女姑姑的剑袍交出来 谷之华大气一经就说 师姐 你叫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宝剑和剑袍都是我本门之物 岂能够被你带走 此言一出 全部人哗言 曹锦仪这么说 分明就不将谷之华当作本门弟子 所以有个缴翻保剑剑袍 今世为心想了 岂四良在江南七纳中武功的第一 这个白夜婆这样做法 难道想将岂四良的元女剑法 据为己有 旁边一众同门都知道 曹锦仪虽然是严厉 但是他人又很正直 没理由会夺同门剑袍之理 但正是这样就更加觉得莫名其妙 谷之华虽然呆了呆 但是立刻他大声问 请问掌门师姐 第二次犯了什么过错 要将我逐出门墙 如果你犯有过错 我豈不是将你逐出门墙 各位 逐出门墙 乃是好严重的处罚 在牧林之中 这种处罚就紧次于身受死刑 谷之华再也忍受不住 又大声问 各位牧林前辈在此 请问有没有这样的规矩 我并无过错 都要逐出门墙 曹锦仪说 哼,这个是本门的事情 你想请人家干预啊 本来有几位武林前辈 就意想是仗义执言 听到曹锦仪这样说 唯有张相到嘴边的画角 一声吞翻就不出声 谷之话又大声就说 这样请问各位同门 麻烦你们评一下理 是不是任从掌门个人的好户 就可以随意将同门驱逐的 他这样说 大家你望我我望你 不敢出声 但是大家都觉得曹锦仪 今天这种所谓 太出乎上你之外 易中谋再次低声跟他说 事者再作考虑 武林中历代商言的规矩 除非是犯了商天海里 十个不死的罪行 或者是半师投的 这样才可以将他逐出门墙 我们汪山一派 自从祖师创牌至今 被逐出门墙的 只有了因一人 那时候他的罪行是天下皆知 并且有同门攻决战之行 那个曹锦仪冷笑说 还谋 这些规矩 难道我还不知道吗 说完 他面向谷之话就说 你是不是真的要我说出来 我为你着想 我想还是不讲为妙了 各位 到底这个曹锦仪 有什么要说出来呢 谷之话因什么事故要被人逐出门墙呢 各位 那欲之后事愈好 明天再说 咱们 感谢观看